其實常常在外地工作 所以幾乎大部分的時間就是外食 那你一天一整個禮拜 大概有多少天都吃到外食 我真的看喔 大概四五天至少 你是跟剛剛我們三十幾%的人都是一樣 五天都要吃外食 所以我是屬於那種大多數人 對大多數人 原來我衣服不特別 沒有什麼意思 跟大家一樣都是很常吃外食的 那你在最常接觸到的外食是什麼呢 便當 便當 因為便當最快 最方便 然後有時候你在工作的時候 很多工作人員都是大家一起 時間到了就是放飯吃便當 沒錯 後來是拍戲 錄影的途中啊 最常就是吃的便當 對 那如果你在這個杯 得要吃外食的情況下 你會怎麼樣來挑選食物 來吃得更健康一點 其實便當裡面 比如說 禮拜我就比較少吃啦 是想說就是可以稍微再少一點點熱量攝取 然後我都會吃那個 我都會把肉片當主食吃 但是如果要少攝取一些油脂的話 我會挑青菜 多吃點青菜 對盡量挑青菜 是 所以就是看起來吃起來比較健康 那是蔬果類的 對 盡量回去 哦 那來問一下 可以啦 平常在家會做菜嗎 Of course 我是賢妻耶 賢妻 那你在做什麼 會注意到哪些事情呢 當然就是在料理的過程當中 少油少鹽嘛 可是有時候你會用到那個 如果你要煎 或者是炸一點點東西 因為有時候為了食物 感覺多便性一點 是 口感好一點 然後做法豐富一點 所以就會還是會有 煎跟炸的過程 對 那我就會還是會有一些 小脆薄 來讓他少油少少少油一點 我們待會兒再來跟大家說 小脆薄是什麼 好的唷 那我剛剛有說到 我們有針對400年的網友來 進行小小的調查 我們現在就要來公布 最恐怖的十大外食 含油量 天啊 該不會我愛你會上榜吧 來問一下你來 平常最愛吃的食物是什麼 當然也是鹽醜雞囉 鹽酥雞 這個台灣鹽酥雞 太好吃了 誰不愛鹽酥雞 鹽酥雞超好吃的 我也愛吃 而且尤其是你在忙活的狀況之後 你就會想要大吃一頓 就是鹽酥雞來 然後配一個那種碳酸飲料 讓自己爽一下 這時候覺得最幸福 對不對 沒有錯 待會兒就來看一下 Ella愛吃的鹽酥雞 有沒有在榜上的話 很緊張 好那這時候呢 我們要邀請到我們 最半夜的營養學博士